大陸 大陸 就靠城区所百的所謂長人百條 整個人就這樣掉在半空中 進行道路邊廓噴酒工廳 如果這種外面不覺得恐怖 看這位工人 只靠一雙手 就背去坡道接近九十度的山頂 站在上面進行四天著葉 相信一般人只看著整城区屁屁屁 如此高風險的行業 卻是住在山庫的原住民 最主要挖口賺錢成功的工作 你們部落很多人在做這樣的工作嗎 很多 很多 不只我們部落 還有別村 可以講說新一鄉很多 幾乎都是這樣 這座工人差不多都是 姓宜鄉救美部落的基民 因為找頭路不簡單 親自出秘密宵酒 全部加入這個行業 我的生活啊 又是要找工作做啊對不對 沒有其他的工作可以找嗎 工作 找什麼工作 沒有啊 山山沒有什麼工作啊 開山頂的江南甘用品 年齡只有十八歲 做這個行業兩年 曾經因為疫苗 腳踏腹讓鐵巾整個氣燙過 不夠病沒有因此該度 現在還會有後遺症嗎 不會啊 不會 不會 經過這次受傷之後 你不會再不會怕嗎 不會啊 為什麼 沒有感覺 沒有感覺 受傷是家常便飯 對對對 習慣了 風險館相對收入也好 就因為這個行業收入不錯 就算是家裡的人煩惱 要是堅持在這裏繼續做下去 如果有薪水那麼好的話 很安全的工作我當然做啊 沒得選擇嗎 老婆是叫我換工作啦 家裡人啊 但是 軍事問題啊 為了賺錢 家常沒有選擇空間 不就原住民選擇種樹枯風險行業 也讓山地鄉因為疫苗樹枯死亡率 比不是原住民的館兩倍 竟是原住民十多死因排第三名 在我們這裡 意外事故 因而重場或死亡的比例的話 在青狀年會比較多一點 這一塊這邊真的是醫療資源不足 我們只能是說 低限的醫療處置的話 趕快心頭上處理之後 我們再後送出去 這樣 只能說減少 減少這樣一個 青狀年人口的一個耗損 性疑風衛生疏表示 經濟問題 讓原住民青狀人口嚴重流失 經作成了原住民的家庭 和社會問題越來越嚴重 接下來王朝聖採訪報道